大家整個意識提升了 在這個時候我來接控寶珠 所以就互動的相當的多 特別把這一段時間 這一段時間經歷了 記錄了下來 我去年常講 如果從我們的紀錄看 去年是空氣品質最好的一年 一定在座每一個人一定罵我 是去年你們感受是空氣品質最差的一年 這個落差當然就是必須去教育 我們從這個數據來看 其實是一直在進步的 但是因為過去大家不太去關心我們的空氣 所以從財經的窮領之下以後 大家非常的關心空氣 所以我們的空氣品質大家認同 怎麼突然一氣之間變差了 變那麼差了 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特別是現在夏天還好 十月以後開始因為氣油的因素 我們又要面臨另一場的挑戰 我們希望還能夠在 如期的在我們未來四年內 能夠達成我們空氣品質 那這一段期間還希望跟媒體 能夠多多跟我們的鞭策 我們祝我們的時間能夠繼續走下去 越走越好 雖然是人少 但是事實上旁邊的人很多 放心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空氣真的是跟我們情緒相關 我們現場 那個紅香委員會躲得比較遠 紅香大姐 環保的農民 我們先請她上台 紅香大姐 謝謝 好 好